嗨 我們英語說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記得 台中市目前的位置 在我們台中市南藤區 文新南五路三段 162 號 在台中經期教會的旁邊 我們歐老咖啡 歐老咖啡是以上帝的名而創立的 當然 我們幕後的這位推手 也是我們歐老咖啡的負責人 就是我們賴文鴻 歐老咖啡 關鳳你好 謝謝你接受英語權法的獨家採訪 能不能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歐老咖啡經歷多久了 當時是什麼心情會成立歐老咖啡 歐老咖啡現在已經四年多了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省了一個風招 去開這間咖啡店是副主管人所設立的 歐老的台 叫做歐老 將這份讚美跟助主把它傳量下去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的朋友 只要有什麼樣的心聲都可以來歐老咖啡 我們長老會幫你解決對不對 對 沒錯 這邊好像有很多實際的見證 能不能跟我們講一個故事嗎 OK 這邊來分享一下 就是有位姐妹十幾歲 來到我咖啡館這邊 點了一杯熱馬鐵 演完了之後就跟我的店員說 有沒有人可以聊天啊 這時候我的店員看了我坐在那邊 我跟她示意OK 所以那個姐妹坐下來的時候 她開始流眼淚 因為她又化了妝 然後又加上我不認識她 我就馬上來個面試她 等她哭完了之後 我就問姐妹說 姐妹 剛剛怎麼了 她跟我講說 她是住在大陵那邊 她早上起來 成根的時候 神的靈感動她 叫她過來這邊喝咖啡 她內心裡面也有很多OS 比如說她旁邊有Starbuck 索布希 麥當勞等等 為什麼要來到這一邊呢 所以她就順便來到這一 我老咖啡館 她來到這一邊的時候 是早上九點 當她要進門的時候 我們是十點才營業 所以那一天又很熱 她整個裡面的心已經有點 浮躁了 浮躁了 有點生氣 因為她聽了上帝的話來到這邊 她竟然要讓她在外面再等一個小時 所以當十點到的時候 她進門來 她就跟上帝講 我就是要任性的 因為聖地祢既然把我叫來到這邊 我就是要找人聊天 所以她就跟我們的店員 點了一杯熱拿鐵碗之後 就很任性的說 有沒有人可以聊天啊 所以店員跟她講 老闆在哪裡 所以她看到我 之所以會哭 原來就是她經歷到的這一位是 又我真又我的上帝 對 後來我再問她說 姐妹她有什麼需要我們為妳祝福 姐妹也在講到說 她最近要跟 她在這兩年裡面 她一直想要跟她先生 讓我們離婚 後來我問了姐妹說 先生有外面嗎 她說沒有 就只是內心裡面這麼在想 也是這樣子 在跟先生 在說 後來 我聽完之後 我就為她出一個祝福祷告 祝福完了之後 她有了笑容 她有了笑容之後 我就比較放心 她也買了我們的掛 將這一份的祝福傳量出去 裡面的同事就問我 文龍哥 那一位姐妹你認識嗎 她說我不認識 她剛剛哭成這樣子 怎麼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在歡笑 我就說 感謝主 我的愛與她同在 那一天是禮拜一 到禮拜四的時候 她們又過來 大大午一間說 長好 我帶了我先生 跟我的女兒過來 後來我一走過去 她先生馬上站了起來 跟我打個插呼 長好你好 感謝你 那一天我太太過來這邊 喝Minday熱奶奶之後 回去不再跟我 要鬧我離婚了 感謝主 所以她特別過來看看 這一間是什麼樣的 一間咖啡館 哇 謝謝喔 謝謝我們洪洪的分享 那這個歐老咖啡呢 就在我們這個螢幕上 然後呢 也歡迎我們所有 英語宣化的觀眾朋友 全省呢 都可以呢 宅配服務嘛 對不對 不錯 那如果呢 觀眾朋友想要訂的話呢 有怎麼樣的方式 可以訂到我們歐老咖啡呢 可以打電話過來我們這邊 台中 014-2382-3338 打來這邊 打來這邊詢問幾個 歡迎大家 或者是呢 可以上網 他們有粉絲專頁嗎 對不對 歐老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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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來這邊